歡迎收看寶寶Live Show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要告訴你是婆婆媽媽的 投資理財數 賺錢喔 來看第一位特別來賓 是我們的星座專家 寶玲老師 大家好 好 她一位最近手氣非常好 怎麼買賺 怎麼賣也賺 OK 這位是俊耀先生 劉俊耀你好 大家好 她一位呢 是我們的財經專家 邱慶怡小姐 你好 大家好 以及呢 這個投資很有心法的兩位 一位是我們的阿嬌還有侯差明 劉俊姐 你好 大家好 這錢要省出來了 省出來 然後再賺出來 對 一個用省的 一個用A的 非常符合婆婆媽媽的心情 對不對 是的 坦白講 傳統定存利息很小 很多人想說還要再存下去嗎 事實上這件事情在前幾年的時候 很多人說不要存啦 結果發現 存的人都賺 為什麼 整塊都好好 都不屁股 對不對 想想那金融風暴之前 存錢人是被罵傻子 對不對 那今年還可以存錢嗎 好 現在的定存利率有多低 現場朋友知道嗎 1 1 沒有 現在0.23% 定存的 你說活存的 定存的 定存啊 定存 0.23% 對 0.23% 非常的低 所以呢 現在你定存 整個是讓你的錢在裡面睡著了 連基金都沒有 非常的低 所以你現在有這麼多可以投資的工具 剛好把錢放在銀行讓它睡覺呢 好 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目前呢 你的這個定存的利率 就是這個0.23% 有一些可以代替定存的方法 包括我現在列了幾個股票 中華電信 請台灣大哥大遠傳 大家知道這個景氣實在不好 景氣或好或不好 其實都是要講手機啦 好 這個手機公司呢 他們這個現金非常的多 那看一下現在的這個 基本上股率都在5%以上 換算成這個年報酬率 像這個台灣大哥大 一年 這個近三年的報酬率 有21.37% 20%耶 如果說真的把錢存在這個裡面 會料嗎 怎麼會料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 股價波動對不對 對 都很怕這個上上下下 這些所謂的定存概念股 就是它的 它其實它的股價的走勢 是滿穩定的 而且它每年會固定會配息 對 好 所以它這個 每年的股利率都有差不多 我現在看到的這一年呢 其實在去年來看的話呢 都是在6% 甚至是7% 它算是非常的穩定 就是滿那種股價波動 不是那麼的劇烈的 對不對 其實木婆媽媽的個性就是 投資的特色就是容易緊張 對 所以不容易賠大錢 但是也很難賺大錢 你這個稍微一個波動 你可能就馬上就殺出了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婆媽媽 它比較適合就是波動度比較低 風險性比較小的股票 阿俊傭 你那些錢都沒放銀行 你都放哪裡 因為我從來不 我從來不存定存 因為除了它不存 它2%我也不會存 不要說0.23 可是因為我之前股票曾經大賠過 所以後來我就不再投資 封股好多年嘛對不對 對 不再投資台股 然後後來那段時間都做國外的基金 國外的基金我做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在金融風暴之前突然間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我那一年的基金 大概也做了大概 績效大概有50% 50%喔 然後呢 那一年 我太太就一直吵著說 他一定要在宜蘭買一塊地 好吧 那我就把所有的基金 輸回 全部輸回 然後就去買了那塊地 然後就砰下來 我至少少賠了50% 至少少賠50分的 好有福氣 所以聽好 真的 聽不出大富貴 真的 這個是我很深的感觸 然後在金融風暴下來 到一個谷底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婆講一件事 我說喔 街頭出事才是投資的大好時機 就街頭出很多的事情 金融風暴什麼 大家都沒有信心 我說這個時候才是買點 對 然後我一開始說服老婆 我老婆說好啊 那就貸款出來 又開始投入股市 然後呢 去年也大概又賺了40 50% 哇 40 50% 來回去100%了 是 我們今天也別的案例 這個讓人很眼紅啊 聽說你第一次買股票就 我第一次買的股票 其實算成功啊 美人姐 但是我是那個時候 是在我就是 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就買了第一次的股票 那時候是因為我公公有在做股票 然後我就跟著做 那他們做的都是那種 真的是婆婆媽媽會做的股票 就是都買那些銀行股 然後就是很穩定的 然後我就跟著買 然後我是 就是我買了也就是放著 因為我也不會做 這樣賺多少錢 然後我後來離婚的時候 到我離婚的時候 我要買第一棟房子的時候 我要自己拿錢出來 我就把我股票買 就這樣子就是賺了大概100萬 還有沒有別的故事 對啊 美人姐 有別的故事 聽不下去 美人姐要自己講的故事 美人姐要自己講的故事 美人姐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四個字 血淚斑斑 真的嗎 真的血淚斑斑 真的 那血淚斑斑其實 我們也從失敗裡面找到 成功的要素 你何必再挖一次網上 不要 不要在傷口上面撒鹽巴 可是那昌明呢 你有存定存嗎 定存我沒有 我也從來不存定存 所以我譬如說股票 基金 這些我都是主要的投資大宗 股票最多 對啊 你要聽賺錢的還是賠錢的 先講賠錢的他比較便宜 先聽兩個賠錢的讓我心情好 先聽兩個 其實我覺得賠錢 股票賠錢就是像一般的散戶 就是最高殺低融資 像我在 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前好了 那個時候其實大家股票 開始有一點上來到9300嘛 對不對 9300就大家一片心向榮看好說 蠻久如果當選了一定上萬點 甚至到一萬兩千點 馬上好有沒有 或者是馬上套 對 但是那個時候呢 我就把所有的資金全部結集 然後就投入股 所以我想說那沒有問題 拓抖 因為還有兩岸三通的提债 還有什麼提债 航空啊什麼的 全部套進去了 結果一當選之後就開始 就在九千三呢 到七千 到七千到六千八 六千八 六千五 這一代的時候在盤的事 我就想說不可能再殺了 太多原因總總都證明說 已經應該是鼓勵 不會再跌了吧 那你有沒有做融資 我那個時候還好 還好做一點 一點點而已嘛 所以那一點點有沒有被 有沒有被萬箭啟發射中 有沒有 有追講對不對 維持率都不夠 雅蘭跟我翻臉啊 是啊 因為他不曉得說我會玩融資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沒有啦 我部分融資 但是我沒有全部融資 還好沒有全部融資啊 因為我心心向人一片看好嘛 怎麼知道會這樣 結果後來就從六千八六千 我就開始再一直往下跌 你六千七千沒有賣了 你五千點更不可能賣 對 一殺殺到那麼低 破三九四 三九五 最低一點 就大賠 沒有 我還是沒賣 我沒賣 因為我的觀念 跟一般的散戶不太一樣 很多人說 那我就不管他閉著眼睛 做這種套房 有一天會回來 但我不這麼想 我覺得到了低的時候 賣低買低 賣高買高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認賠殺掉了很多的股票 我賠了八位數 然後我認賠殺掉 但是五萬 千萬 千萬 然後但是我把它轉換到 其他比較有潛力的股票 像去年我在上半年 就轉換到了這個網路遊戲股 我就轉進了宇峻 就整個一倍以上 然後就本錢全部回來了 問一下保玲老師 你投資嗎 我不懂投資 我只動塔羅伯 塔羅伯還可以投資嗎 所以你是錢都放銀行的 對 我從來沒有投資過 對 我只有投資 就是買真平第一棟房子 然後買掉 現在是租房子 對 賺了錢 對不對 有賺一點點 但都花完了 所以你是定存大戶就對了 我已經花光了 定存大戶就對了 你是定存還是投存 我都沒有存 都沒有存 感覺你好像怕我們跟你借錢 真的都沒有 我會感覺是這樣 因為我的錢都拿去上課了 所以我真的是平戶 他投資在他自己 對我投資 大家全世界去上課 他在日本 在美國對不對 都上非常多的課 對 真的我的錢都拿去上課了 投資在自己身上 對 那你有沒有跟過會 我不會跟會 你沒有人跟過會 有 我有研究 有 有沒有被倒會過 有沒有 我沒有 有 有 好 OK 阿弟 跟過會的經驗怎麼樣 倒會的嗎 我勝平第一次跟會 以前不懂 因為我在民歌西餐廳駐唱 然後跟那個老闆娘非常熟 有一天我說 哇 他那個帳本我一看 一個月大概他淨賺 五萬到十萬 你知道他跟幾個會 十九個會 我嚇到 以會洋會 我當天攢了他五個鐘頭 叫他教我 但是聽完之後還是一次半戟 最後我說 那我就跟一次 我就懂了嘛 所以他說好 結果過了兩個月 剛好有一個會要起 他說他十幾年老會咖了 沒有問題 我說跟啊 那賺也沒很多 但是我就跟啊 跟下去 跟下去之後呢 半年打電話就來跟妳講說 倒會 因為那時候會頭 你就知道 因為我不懂 那時候我只知道說 奇怪 那個利息 大家不要不要 越不要越高 你知道 哇 這樣好 這樣好 一萬塊 本來底標一千二嘛 要標兩千 兩千四你知道嗎 我想 哇 好好 怎麼那麼好賺啊 一個月就賺二十幾趴 不支持伯仁要跑路了 我不懂嘛 因為第一次跟會 你知道嗎 不懂 結果後來就倒啦 倒了 老闆娘說 都是妳啦 我說空空什麼事情 十幾年的會頭 從來沒倒過會 我一跟半年就倒了 我說 欸 怎麼樣 是我命中待衰嗎 怎麼會這樣子 好昌明的會千萬不要跟 對 就很奇怪